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喂 师傅 你好 喂 你好 请说吧 喂 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 哦 师傅 你好 感恩师傅 感恩不算 师傅辛苦了 师傅北美的无常法费圆满成功 真的是华喜充满 感恩师傅 你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师傅 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你讲吧 师傅 弟子有几个 有几个同学的梦境想师傅开示一下 讲吧 前几天呢 我做了一个梦 大概早上五点多左右的时候 梦见妻子呢 梦中对我说 她说 我给你讲两个梦 接着呢 她说 你说我要努力了 不然要被收回西方极乐世界了 然后紧接着我在看着她 画面一转 妻子在寻找我 然后呢 她找了好久找不到 然后在她面前出现了一座金佛 就是金色的小和尚 小和尚对妻子说 你丈夫她被收走了 两周之后再回来 请师傅开始说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很简单啊 这个梦你有问题了 你如果不努力的话 会被收走 会收走 可能呢 就是给你做一些加持吧 因为过去有过这种情况的 比方说 这个人比方说做了很多的 他是从地府做官上来的 但是呢 他做了很多恶 做了很多恶之后呢 地府就把他收回去 收回去呢 大概应该回去很短的时间 但是呢 在人间已经比较长了 就是说 一直昏昏沉沉昏碎 魂魄不全 实际上已经是收回去了 收回去之后呢 然后再接下来呢 就是让他到地府去看了 跟他讲了 你要不好好的怎么 这个在他的冥冥当中 冥冥意识当中 他全部有记载的 他回来之后 他会慢慢在他意识当中 残存的这些意识 就是跟他讲了 他自己要懂得努力了 那么你要看了 如果你发高烧 如果你过一段时间发高烧 哪怕两天 听得懂吗 哪怕几天 人很不舒服 浑浑道道的 叫门睡醒 那么这个基本上已经拉走了 拉走之后呢 再回来 给你两周时间回来 实际上这个时间是完全是 是不不确定的 这个时间 所以很多人一拉拉走了 他回不来了 他就跑掉了 你明白意思吗 反正你总归要记住一句话 你必须要很努力 既然就提醒你了 这个不是说你今天努力不努力问题 这个因为是已经关系到 你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你是天上来的 是菩萨 你成员再来 你现在这样的话 你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 普通的学佛人 那你已经是脱离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是中央派到地方上去的 对不对啊 你不能把自己当成个地方干部 你做了不好的话 中央当然把你调回去了 调回去 你再不听的话 那就出事了 明白了吗 师傅 我今年是29岁 是不是提示我这个官还没有过呢 肯定没过 肯定没过 百分之一百的 你要看你 因为你妻子这个梦什么时候做的 就是大概四天前吧 那讲都不要讲没过 没过是吧 特别当心 因为我接着 接着第二天大概是第三天的时候 我也做了一个梦 就是梦见 我就是往一个地方走 去帮 去在那给别人讲法 然后度他们学佛 然后讲讲讲了之后呢 讲完之后我就准备走了 走了之后 我就手有点脏嘛 我去洗手 洗完手之后 我把那个水盆那往天空中一抛 那个水啊 就像下雨一样 地上落的全都是了 然后那个盆那在空中转了一圈之后 就稳稳的落到那个主人家门口了 然后那些人那见状呢 都觉得很神奇 都在跪下 都在跪拜 说菩萨 说菩萨 然后我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然后接着我就去拜见了一个法师 这法师呢 还有梦中还知道他的法号叫 原心法师 然后他的法师呢 到我面前跟我说 一时想请我到上去坐坐 然后我就去到 到这个梦里去 这个地方去找他了 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就醒了 这个梦 这个梦还不懂啊 本来你是学菩萨的人 本来你一定是在天上做过菩萨的 你下来之后 你现在拿着脸盆里的水 全是脏水 你在人间已经糊涂了 你给人家带来的是什么 肯定是带来脏水啊 你都懂吧 你这手上 手上这么多脏的东西 你在给人家布施 在给人家施法的时候 比方说跟人家法师的时候 对不对啊 跟人家讲佛法的时候 你就是已经带了自己的脏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你的根基了 这是你的根源了 所以你现在红法一定有偏见 我问你 我问你你去度人 你绝对不要去度女孩子 好的我知道了 你这个东西 你这个是菩萨是大偏差的 大偏差的话你会出事的 我是 师父是什么都提醒你们的 明白了吗 嗯 我知道了 师父 弟子也曾经忏悔 之前呢 师父和菩萨在梦中拖过梦 我刚学佛的时候 让我要公开忏悔自己过去的 邪淫的业障 然后我以前呢 刚学佛不懂这方面 邪淫这方面没有什么概念 然后一直没有忏悔 然后最近呢 也有提示让我要公开忏悔了 我在这里也给师父和菩萨 诸佛菩萨曾经忏悔自己 以前不懂事 犯过了太多嫌疑的业障 也导致自己的事业啊 家庭啊身体也不不顺 所以自己也很很惭愧的 嗯 自己也曾经念礼佛 我忏悔过 但是呢 嗯 我觉得还是要公开忏悔一下 因为菩萨已经提示过 所以 即使真的是很惭愧的 在人间 自己写出来 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可以写出来的 你要不写出来 没用的 你这么讲讲 没用的 忏悔要从心里忏悔 听得懂吗 嗯 写出来是吧 自己要好自为自的 要写出来 写出来人家听了你讲了之后 人家觉得有受益了 你才能忏悔掉 因为人家没受益 你现在讲了没用的 因为人家从你这个当中感受到 哎呀 真的我们不应该学盈啊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 那你才有功德 你否则没功德的 听不懂啊 好的师傅 我把写出来 嗯 要乖一点 哎呀师傅 现在受人受得很快啊 你看看看 你就看见那些名人蹬出来 一会儿收走一个 一会儿自杀一个 对不对啊 是的 前几天还有一个明星 好像很年轻就走掉了 很可惜的 我跟你说 多呢 我跟你说 那些那些不是明星的报纸都不会登的 使得更快了 听不懂啊 是的 现在的癌症啊 这种精神病 太随处 随处可见了 像感冒一样 像瘟疫一样感觉 太多太多了 那就是我讲 这是末法时期啊 我告诉你 他走得很快的 嗯 感恩师傅开示 弟子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师傅 我妻子这边还有几个问题 想师傅开示一下 嗯 师傅 你好 感恩师傅 师傅您辛苦了 祝贺你那个北美法会 这么顺利 圆满的完成的红发之旅 还获得那么多奖项 嗯 弟子非常感恩 师傅 也非常 也祝贺师傅 嗯 啊 师傅有帮几个同修先问几个问题 嗯 有一个同修呢 他们那个 嗯 老板很发心 把自己的办公室 作为一个供修的场地 然后呢 供修的时候 之前他们会有一些 要送小房子 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送小房子 是以他老板名字 要经者送的 后来有同修说 这样不 嗯 不如理不如法 他们就咨询了秘书处 然后秘书处告诉他们是要 竞争处 是要填写老板 公司名称的名称 还有地址 公司的地址 那送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同修还是 感觉有些问题 然后他就问到我 我又帮他查了一下 看到师傅 以前开始过 是从办公室 就是办公室帮的药精子 现在师傅 您开始一下 像他这种情况 每周都有 基本上都有供修 应该具体送 嗯 送给是哪一个药精子 还比较合适呢 当然送办公室了 嗯 对 我记得一开始 我是办公室 但是有的搜到的是 老板房子 药精子 还有就是 秘书处的这个开始 这个其实 其实都可以的 基本上呢 说 写这个 写这个房子 比较好 因为你现在 你现在因为是用了他的房子 不是用了老板 听得懂吗 嗯 是办公室 是老板的办公室拿出来 也很好的 那个道场也比较不错 那不管了 有两层 然后有一层是供佛台的 非常好 那不管了 嗯 好吧 那就是送老板办公室的药精子 是吧 嗯 可以都可以 不要写老板 嗯 就写名字的药精子 这样的话呢 他会收益 如果你不写的话呢 就写某某某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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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某某某道场的药精子 就可以了 嗯 那这个道场的名字 要是 他用这个办公室 某某某公司的道场办公室 就可以了 也可以的 哦 好的 写名字也可以 嗯 都可以 嗯 好的 反正师傅开始 还有这个同修呢 他是负责那个组织 还有参与共修的 他有的时候也会经常 帮做一个主持人啊 之类的 嗯 像这种情况下 他自己是不是也要给自己 送小房子 每次组织完共修 要 要 因为他最近有点状态 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劲 就是他每天 读师傅的白话合法 还有听师傅 还有念经的时候 还有就是参加一些共修之后 他的身体会摇摆 就是那种摇摆 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动会 嗯 这没关系的 这是能量 加持 哦 他进步很快的 他面向都变了 很漂亮变了 那就好 嗯 就是他这个点 他想要我请教一下师傅 但是因为他和 就是说修得比较好的同修在一起 他就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飘 嗯 没问题 这没问题是吧 他就是要多加强 就送小房子就可以了 是吧 他只要不要去出去 帮人家乱感应就可以了 嗯 他没有感应 他没有帮别人感应 嗯 嗯 哦 好的 师傅 嗯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师兄 他已经修行五年了 嗯 因为家里人反对 他一直没有正常的摄佛台 他最近特别想摄一个简易佛台 他就呃 搭了一个简易佛台 他老公 他最近不用上班嘛 他白天他老公不在的时候 他就把佛台摄起来 然后上香拜菩萨 然后晚上他老公回来就撤掉 但是他这样撤的心里没多少底 师傅 您看一下他这样做 是不是也也不太合适呢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嗯 撤了天天关 天天再撤掉 再放上去不好的 对 他天天摆起来 然后等他老公来了 又天天把佛台再请下来 我是感觉这样 老是动来动去的 对他也影响不好 他可以放张照片嘛 放张照片是吧 他就是放了我们关心佛台的那个相机 就一直放这么就好了 他老公连连相框都不给放啊 对 连相框都不给放 他老公是一直不信 他一直也跟他老公念 劝老声闻的 然后念了也四三四年了 因为他没有佛台嘛 劝老声闻的效果也不是他那个 然后 师傅您看他要不要为此 把他这个事情专门念一包小房子呀 嗯 肯定要念 嗯 肯定要念的 没办法 肯定要念是吧 嗯 还有他就是他只要这么不如礼不法的供奉菩萨的话 是不是也要念礼佛 礼佛就不要念了 以后不能这么做就可以了 嗯 他可以 他可以 他这样的话真的是很可怜 他这样的话 只能 心里只能做那个 只能做那个叫什么 心香 哎 心香 没办法 嗯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刚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昨天把一个老同学放生嘛 然后他放生的时候 我们定的鱼是就是找一个菜场老板定的鱼 定的是八大比上大的鱼 结果他根本画的是那种从养着厂拉的那种鱼苗 然后后来那个那个老同学就不开心 就没有全部放 他定了不少 但是只放了三分之一不到 现在那种情况下 是不是这个老同学 还有组织放生的 还有包地鱼的都要念礼佛呀 忏悔呀 不是念礼佛 他不能来第二次 来一次两次的话 他就有备业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要给你家里亡人去烧 亡人拿不到 嗯 亡人得不到避应 你说是不是帮人家备业啊 嗯 好了 那就是组织的人还有 就是都要那个忏悔了是吧 不是忏悔啊 退钱 人家不要一放退钱 骗钱啊 他定了 没付钱 就是光给他定了 最后这鱼没买完 没买那个走 只买了一部分 没要钱 就买了那些鱼要了钱 那就念礼佛吧 嗯 好的好的 感谢师傅开始 嗯 好 师傅就会问到这里了 预祝您台湾和日本法会 顺利完满救助更多有源众生 谢谢 再见 感谢师傅 再见 喂 你好 师傅 师傅你好 我打通了吗 打通了 师傅你好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哎呀太好了 哎呀师傅太好了 哎呀我急死了 我都快急死了 打到现在刚刚打通 师傅你好 我想今天有两个问题想听 师傅帮我回答 我也回回答一下 就是有一位师傅 有一位师兄嘛 他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 这个双胞胎女儿呢是2006年 2006年还是2007年的属狗的 他们之前呢好像有开天眼的 可以看得到天上的菩萨 也可以看到莲花 那么有一天呢 这两个双胞胎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啊 梦到天上的九色鹿 给他们改了名字 一个叫彭雅文 一个叫彭雅园 他们想问一下师傅这两个名字能不能用 可以 可以用的是吧 哎呀好的师傅 另外还有一个师兄 他是改了名字 一个叫 他是1964年属龙的女的 一个叫朱锦琪 一个叫朱锦润 还有一个叫朱维琪 他想请师傅帮他选一个 哪一个比较好 一个人啊 第一个名字叫朱锦琪 第二个名字叫朱锦润 第三个名字叫朱维琪 他想请师傅帮他选一个 他是属龙的 朱锦润呢 朱锦润是吧 第二个对吗 男的女的呢 他是女的 朱锦润吗 师傅很辛苦的对吧 讲话都讲不动啊 师傅 对 师傅刚刚回来 好辛苦啊 师傅你要保重身体 另外师傅想问一下师傅 就是我现在想画一份工作嘛 然后是一位师兄呢 他们开的美容院 然后里边呢 就是说去做了以后呢 就是以后参加法会啊 或者度人什么比较方便 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做啊 你没工作 如理如法 为什么不能去啊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明天上班就把现在的工作辞掉了 辞掉了 那我就到他那边去做了 那到他那边去 那位师兄呢 也很精进的 他也是一直参加法会的 所以我也想跟他一样嘛 然后以前我也有学过美容这方面的 那只是我没有去做 那么我现在去了以后呢 一方面师兄他可以带带我嘛 可以教教我 那我想去 但是我也害怕 万一不行的话怎么办 所以我想问一下师傅 像这种事情只要如理如法 没有什么色情的就问题不大 没有的没有的 决定没有的 千万不要 没有的 就是一些纹纹眉啊 给一些女人做做皮肤之类的 那没问题 好的 谢谢师傅 师傅您要保重身体啊 接下来还有那么多的法会 你一定要当心 师傅我好多次梦到您都是累的了 这样都站不起来了 对啊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太累了 对啊对啊 师傅您要好好休息啊 你现在就是 哎 真的我们好心痛师傅 希望师傅您要保重身体 好 那就这样 好吧 师傅您好 听得见吗 听得见 嗯 好的 师傅现在我的气场还好吗 嗯 你不是说心疼师傅吗 还要叫我看你气场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不要了 口是心非啊 好吧那师傅你好好休息 我就不多问了 你好好休息 我们爱你师傅 再见再见 嗯好的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 哎呀师傅好 对不起给师傅请安 嗯 师傅辛苦了 嗯 嗯 先想先先跟师傅分享一下 就是我姐嘛 然后就是结婚十年没怀孕 然后就是嗯 就是现在结这个怀孕了 真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嗯 他就是嗯 十年没有孩子嘛 吃了老多药了 然后嗯 什么北京 还有好多地方 那个大医院 中医西医都看遍了 然后也没也没怀孕 然后就前段时间 我给师傅打打通俗腾电话嘛 然后我姐 然后师傅说那个他和他丈夫一个人要念二百四十张小房子 然后就他刚取取了这四百八十张小房子 然后还还没念多少呢 然后那个我我我我把我做红发短片的功德给了他一部分 然后我妈把他度人功德给了他一部分 然后他才念了嗯 几十张吧 然后就是前段时间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玉皇大帝还有王母娘娘在天上坐着 然后他就拜 然后画面一转 嗯 他看到一尊很大的观世音菩萨 他就叫他丈夫和他一起拜观世音菩萨 求观世音菩萨才能有孩子 然后那个呃 七月初七月四号初一那天 他就去医院检查嘛 然后路过寺庙 他就进去拜了观世音菩萨 然后他那天就看见观世音菩萨 就真的对他笑了 然后就笑得特别灿烂 菩萨对他笑的 然后他就嗯 去医院检查之后 那个医院就说他就是怀孕了 然后他他现在就是也也那个 渡人就是告诉那些不怀孕的人 然后也告诉他们那个心灵法们 把这么好的法宝 然后告诉他们 让他们也能够就是 就是离苦得乐 然后真的是他 真的是特别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把这么灵爱的法宝带到人间 嗯 嗯 真特别感恩 感恩师父 还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吧 啊 还有什么问题赶快问 啊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师父就是 嗯 想问一下就是他 高血压 孕妇高血压的话 应该 嗯 应该 就是念大杯肉 然后吃 吃方面 需要多吃点什么呢 有点高血压 芹菜 芹菜 南瓜 都是降血压的 嗯 好吧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师父 那他现在还能给他丈夫念小房子吗 就是 怀孕以后还是 最好 就是先给他自己念 嗯 最好他 丈夫能相信是最好的 嗯 是他信 但是他没没念经 他自己 嗯 行 啊 我知道 感恩师父 嗯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有一个同学哦 他在家里面一上香的时候 嗯 一念经就头疼的 眼睛都睁不开 已经好几年了 然后在外面念经的时候 就不疼 嗯 师父他这种情况是 家里有灵性还是 嗯 还是出了什么问题 就一在家上香就 头疼的 不行了 就是特别特别疼 然后眼睛都睁不开 那种 那这他忍耐 跟他先生有关系 嗯 嗯 师父 嗯 好 感恩师父 好 嗯 嗯 还有一个事 就是 师父那天 那个 我上香的时候嘛 然后那个 就是 那天我出来 出去度人之后 然后回来上香 观世音菩萨 就说了四句话 啊 普度众生 心不退 持心愿力度众生 要问众生 何处有 处处有缘 处处现 嗯 经文上也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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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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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这开了 那个 无常法会 真的 特别辛苦 嗯 今天 今天早上睡了三个小时 起来 写台湾的稿件 哎呀 师父真的是 嗯 我们一定好好修 好好努力 做度人 嗯 不辜负师父和观世音菩萨 嗯 师父 就是嗯 嗯 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嗯 很多同修 就是学佛过程中 都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 一阶段 修心念经的状态 非常好 嗯 但是 有时候会 遇到一阶段 就是感觉状态很不好 想念经也念不出来多少 然后心也比较乱 像是遇到了 平静 平静气 然后请问师父 在这种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调节呢 坚持 嗯 嗯 坚持 好啊 嗯 还有什么问题啊 嗯 还有一个梦 当时请师父 帮同修解一下 其实同修梦见一架很大的飞机 呃 不过像四方形的 像乌龟一样 在空中翻过来 掉下来了 还好没有着火 过一会儿看见空气上 全部停满了飞机 呃 只看到鸡头 停在那里排队 不过同修觉得害怕 觉得很吃惊 呃 请问师父 同修想问是不是 他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 还是 他莲花要掉下来了 还是有 其他的 含义啊 什么样的梦啊 啊 他就是梦见一架很大的飞机 像四方形的 像乌龟一样 然后在空中翻 掉下来了 然后没有着火 然后看见空气上停满了飞机 都是很大的机头 然后同修怕是他跟他莲花有关系 嗯 就是这样吧 嗯 嗯 对师父真的特别慈悲 就是 那个在法会上嘛 然后当义工 我妈就是 没跟师父过手 但是师父一从他身边走 好几次他都是 那个手就麻 就像打通血脉似的 就是没跟师父握到手 师父也加持力特别特别大 就是 真的特别感恩师父 师父真的特别 师父辛苦了 嗯 师父您一向好好休息 太累了 真的 好 嗯 嗯 就 嗯 好的 全家的财产太辛苦了 累了 好吗 嗯 嗯 好 辛苦啊 嗯 对师父真的是 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嗯 还有问题就是 我开始 嗯 就是同修想问师父 就是他 就是看了中医之后 体内 说是他湿气特别重 然后担心晚年得 泪风湿 然后想问师父 你就是师七重应该 除了那小房子还应该 怎么祈求菩萨 还有怎么调理 师七重啊 嗯 阴气重 师七重的人阴气重 哦 那就要做那大悲咒是吧 背上太太阳 前面没有泡脚 哦 泡脚 哦 感恩师父 嗯 嗯 师父还有一个梦 就是同修梦到一个陌生女人 拿着个箱子 把同修的婚姻像摇奖一样 装进一个箱子里 嘻嘻哈哈的耍 嗯 同修现在是单身 请问师父 嗯 他婚姻有没有什么影响 什么 单身也好 嗯 不是单身也好 都要当心的 反正嘻嘻哈哈 都是不如理不如法 嘻嘻哈哈 那就是说不庄严呢 不庄严的人好不常的 明白吗 嗯 嗯 嗯 行啊 感恩师父 还有问题啊 嗯 师父 就是 讲啊 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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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师父 嗯 好了 嗯 好 那就这样 嗯 好 嗯 好 那我下次再打吧 师父 再见 师父您注意身体多休息 啊 感恩师父 嗯 师父再见 嗯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 这个 自画自作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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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